大家好,朱春奴 内地疫情持续升温 化期发表报告表示 透过行业渠道了解 澳门11月头20日 赌收有24亿 即过去一周日均收益 是1.57亿元 较前一周的1.14亿 高出3.8 发映澳门在大赛车期间 人流增加了些 但鉴于内地某些主要城市 持续爆发疫情 加上澳门政府 昨日宣布所有内地人士 均需要在抵达后 第二日做核酸 考虑这些因素,该行保守地 将澳门今个月 即11月的赌收 预测从40亿下调至35亿 意味着今个月余下的时间 日均赌收将会放缓至大约1.1亿元 至于摩根史丹里 亦发表澳门博彩行业报告 指博彩业在今年第三季 却录得15亿美元的 副股权自由现金流 尽管内地居民前往澳门的 电子签注恢复 但内地自今个月以来 确诊案例不断上升 未能明显提升 訪澳旅客的数字 由于广东省和内地其他省市 确诊国案趋升 预计近期澳门博取业 復甦将会波动 大摩预料澳门今年的赌收 只是有448亿左右 安年会跌4.8亿 我们看回头10个月的数字 澳门的赌收有357亿 加上花旗估计今个月有35亿 即是392亿 如果要达到大摩预计 448亿即是12月就要追56亿 没说没机会的 机会一半半 主大摩预计明年赌收1243亿 后年还有2047亿 这些都是靠谷的 没有痛苦 这么长远 老实说 真的发生了什么事都没人知道 好 这集就看到星期 如果大家上台之前 可以送片尾截图以为马 多谢大家 下集见 拜拜